大家好,我是小金 人体是一个奇怪而迷人的地方 它的大部分仍然是一个迷 但是幸运的是 由于科学和医学的进步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好的了解 从而使我们的寿命更长更健康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六个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奇怪事情的答案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与评论 这对我很重要 你眼中浮现的那些奇怪的东西是什么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奇怪的 虫子一样的斑点 在你的视野中漫无目的地游走 这些小波浪线 也就是漂浮物 大约十个人中 就有七个人有这样的情理 而且多是在我们看一些明亮的东西 比如蓝天的时候看到的 这是悬浮在透明的胶状物质中 物体投射出的影子 这种物质占据了眼睛内部的大部分空间 这种物质被称为玻璃状幽默 有助于保持眼睛的圆润形状 我们看到的半点 通常是玻璃凝胶中的蛋白质 聚集在一起形成的 这些蛋白质阻挡光线 然后将阴影投射到视网膜上 漂浮物通常以透明的圆圈或者蝌蚪形状出现 并留在你的眼中 它们可能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自然产生的玻璃状凝胶收缩造成的 当玻璃体远离视网膜时 碎片会进入凝胶并漂浮在那里 但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漂浮物通常只会出现一会儿 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 它们会对视力造成影响 因此需要进行手术 我们很多人的那种 胸口被刺的感觉是什么 胸痛 我们首先担心的可能是心脏病的发作对吧 其实这种疼痛的来临 最好不要忽视它 但要知道 造成这种疼痛的原因有好几种 并不是所有原因都是有害的 如果你曾经胸口突然急性的疼痛 可能是一种叫做心前驱 俘获综合症的疾病 简称PCS 好消息是 与心脏病发作不同 它没有危害 更不会致命 与心脏病发作不同 疼痛不会放射或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而且再次强调 与心脏病发作不同 PCS不会引起其他症状 例如头晕或恶心 而是位于胸前部或侧面的一个区域 通常不会超过一到两指宽的疼痛 PCS消失的速度和突然出现的速度一样快 会持续30秒到3分钟 医生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引发了发作 但大多数专家认为 疼痛是由胸腔内壁的神经受到刺激或者压迫引起的 而不是由心脏或肺部受损引起的 为什么有些人的耳朵上有个小洞 你知道有谁的耳软骨顶部 与面部相连的地方有一个几乎看不出来的洞吗 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多见 在我国有不到5%的人有这种特征 在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是比较常见的 小孔是一种先天性疾病 叫做耳前痘 虽然本身无害 但很容易感染 它是由第一和第二烟弓形成的 这是所有脊椎类动物都有的结构 发生在胚胎发育过程中 在哺乳动物中 它们形成了头部和颈部的结构 但是在鱼类中 它们也有助于腮的发育 在人类身上 这或许只是一种进化的残鱼 一些生物学家推测 这些洞是鱼腮进化的遗留物 但这一假说从未得到证实 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在入睡前猛然一跃 几乎每个人都会时不时的有这种反应 当我们快睡着了 突然感觉到我们的身体好像受到了惊吓 跳了一下 有时又会把我们惊醒 它有一个名字叫临睡积月症 它可以自发发生 也可以由声光或者其他外界刺激誘发 根据一些人的报告说 伴随着幻觉梦境 坠落感 明亮的灯光 或者来自大脑内部的噪音 都会引起惊软 很多人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这种惊软 因为肌肉收缩通常不会被记住 特别是当它们不会使人醒来时 一些科学家认为 某些因素 如压力 焦虑 疲劳 咖啡因 和睡眠不足 会增加临睡积月症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据医生介绍 有一种假说认为 痙软是人体从警觉状态 向睡眠状态过渡的自然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全身的神经因某种原因而发火 就会发生痙软 另一个流行的观点 是用进化论的方法来解释这种假象 解释说 痙软是灵长类动物 在睡眠开始时的一种古老反应 当我们躺下时 大脑会把肌肉放松 误解为 睡眠中的灵长类动物 从树上掉下来的信号 使肌肉迅速地做出反应 大多数情况下 临睡积月症是正常的 不用担心 但如果它们太过扰乱你的睡眠 并且经常发生 你应该向睡眠专家谈谈你的状况 为什么有的人身上血管会凸起 我们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 所以才会到处都是静脉和动脉 要知道 如果我们能够把所有的血管 连接拉伸成一条线 它的长度足以绕地球四圈 通常状况下 这些容器都是隐藏的 但在某些情况下 它就会变得非常明显 主要原因之一是高强度的体育锻炼 比如这张照片的作者 就是在健身房进行激烈运动后拍摄的 当人在运动时 心脏和呼吸频率会更加地加快 增加血液供应 而肌肉由于工作速度快 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和糖原等营养物质 这就增加了静脉中循环的血液量 除了锻炼使血管扩张以外 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比如遗传和脂肪含量低 如果这个人是因为运动而导致的静脉隆起 这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是久坐 吸烟或者服用避孕药的人 就可能是一些病理的信号 比如静脉曲张 为什么起身过快会让你头晕 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却有一个不寻常的名字 正卫性低血压 就是说你的血压下降了 一时之间感觉有点头晕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当你躺着或者坐着的时候 心脏供血的力量是一个状态 而你站起来的时候 它是另一个状态 需要更大的压力 当我们快速站立起来的时候 心脏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 到达大脑的血液量就会减少 导致头晕 导致头晕的另一个原因 是在我们的耳朵里 那里有迷宫 一个蜗牛形状的区域 里面有粘稠的液体 是人体的平衡中心 这种液体会根据我们的动作改变位置 警告大脑 我们是站着 坐着 躺着 还是在转身 如果你起得太快 液体需要时间来解释这种位置的变化 也会造成头晕 你想多了解一下人体吗 在评论中告诉我吧 关注我 首页可能会有更多你喜欢的内容 我是小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